我们这个脑雾就是我们大脑的微循环 已经开始受损了 那我现在让气血通 不是只有对大脑 我的整个背部 我的颈椎都要让它动起来 很多人会变成是这样 或者是这样 在台湾很多人因为脑雾 已经去看了相关的门诊 那么在国外的研究怎么样 其实英国针对了 84285位新冠确诊者来进行相关的研究 就他们发现呢 大脑居然是萎缩的状态 你看哦脑组织受损 还有情绪跟记忆区都受到影响 还有啊 有的人不是会失去味觉跟嗅觉吗 就在大脑当中 这个区块居然也是受损的 他们是用核磁共振的方式来照大脑 结果发现损害的地方太多了 大脑萎缩了0.2%到2% 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你有时候就会突然忘了什么事情 而且你的记忆力是退化状况 相当于老了10年 这让大家觉得好可怕也好紧张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彦宽老师也是我们的气功老师 这个要尽快救 不要让他留下真正的磕痕 因为不是只有您讲的刚才这些人 是真实发生 连我自己都有 我没有感染 但是我打了第二剂之后 打疫苗 疫苗打完了第二剂之后 我发现我真的会 刚才我在想一件事情 然后就突然就忘记 那我就会透过练功 因为我自己感觉是气血的循环 有问题了 他上不来 那我就赶紧自己去努力去调整 不是只有我自己 我们全球大概有60万名的学生 对 然后他们就 你可以想象那个比例 我大概这两年收了四五万封信件 就是老师我练功了 可是我发现 我最近大脑一直在持续的退化 那我就直接问你有没有打疫苗 你有没有感染 真的都是有 他就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就跟他讲说 第一个你要疏通跟大脑有关的经络 来透过这样子的训练 因为他肯定在某个地方受阻 老师怎么会这样 我就开玩笑 我就说 皇帝内经也没血了 因为几千年前也没有打疫苗 那我们总原则抓到了 所以我就以疏通经络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去练习 确实明显的感受不一样 所以你说有救对不对 对 太好了太好了 待会了 因为老师要来教大家这个方法 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有 然后还有包括 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 像有在主科工作的 原本是非常精明 是设计程式的 靠的就是大脑 对 然后大脑好 所以他设计了很多程式 公司的程式他设计 确诊隔离了七天 后来回去上班的时候 他居然看不懂自己设计的东西 你知道那多害怕吗 是 很恐惧的 所以我在这边要 我一定要讲一下凯云 因为我认识你 大概快五年的时间 我发现我们每一次谈的内容 都是你很用心去找的这些资料 然后把这些呈现给 这个所有观众朋友 那我私底下问他 我说你干嘛那么辛苦 他说尽心尽力 就是把这些健康的资讯给别人 所以请你一定要按赞 然后要订阅 这个订阅 不要只有为自己 为自己那个能量太小 你看我们今天讲这个脑雾 如果你周遭有亲朋好友 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很方便 你就直接分享给某某某 今天凯云讲这个 你一定要看 会帮到你 你一定要帮他 因为脑雾的后果是什么 我相信老了之后老人痴呆 阿滋海默症 这些肯定很容易发生 如果你有这个讯息收到了 你去分享 我告诉你真的就像我们传统文化讲的功德无量 做一件动作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把健康的资讯传递出去 这确实是凯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更健康 好 那我们在做脑雾的功法之前 我再讲一个研究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大家会觉得说 到底大脑为什么会这样 结果在国外还真的有解剖 就把不幸罹难的人 然后各个器官来解剖 在大脑他们发现了 前额叶这个地方 前额叶 前面这个地方 是被攻击比较厉害的 前额叶负责什么呢 他负责一些决策 负责计划 然后负责一些判断力等等 所以确实有时候我们 需要做一些决策判断的时候 就会像当地一样 那也有这个神经内科的医师 曾经告诉凯云说 没有赶快去把自己的脑神经 或者神经线维活化起来的话 它会像是脑损伤 就是创伤之后的脑损伤 也就是说你没有开车去被撞到 你没有头去撞到 结果居然因为一个确诊 因为打了疫苗 外邪伤身 所以这几个字就告诉我们 只要是有受伤 只要是有生病 它就会伤到身体 用现代话来讲 它就是什么 疾病的后遗症 好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 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很多人现在做的阶段 就是把病治好 可是我要告诉你 把病治好跟恢复健康 那个距离蛮远的 所以今天凯云一直在跟我讨论 这样子微幅的动就会让第一个关节会放松 注意我讲关节哦 因为我发现了我这交工22年 我发现很多人的疾病竟然是从关节来的 为什么肺筋是大拇指这样子是有位置 有很多人是关节受损之后 那你想想看经络在这里 不通 不通或者开始受阻 你知道有很多的女性的疾病 竟然跟妈妈肘是有关系的 因为她家事做太多之后 结果手肘这边损伤 导致经络就不通 那颤掌就是一个很微幅的洞 她就会把关节放松 关节放松之后 经络的气就开始走了 所以我们想要让脑雾的问题解决 这个颤掌第一个肺筋就通了 因为肺筋让我们的肺脏含氧量可以增加 然后我们的中指是心包筋 心包筋是我们血管跟血液循环 然后无名指是三胶 刚才凯云跟大家讲说 脑会萎缩0.2%到2% 但是脑里面绝对不是空气 里面是液体 就是它水的成分 水的成分 那三胶就跟我们水液的代谢是有关系 所以三胶 然后小手指是心筋 这样子做 它就会经络就开始通了 赶快真的是要分享给亲朋好友 真的喔 一定要分享喔 然后对着我的脑做轻微的颤掌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 凯云应该是绝对没有脑雾的 因为你的手的动作 我的手 你看我比你卡很多 但是以现代人来讲 你这是很顺畅的 那你在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前面有镜子 你看一下你的手喔 很多人会变成是这样 或者是这样 或者是这样 他就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这样颤掌 好 那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动作都没关系 你就先照着我们的这个方法 好 头有一点点低下去 好 向左边绕一个时钟转动 好 记得喔 颤掌的频率还是快的 但是身体在转的时候是慢的 所以慢慢的转 慢慢的转 所以你一定要来学气功喔 用短短的时间 好 到了这边三次就可以了 我们就站起来 慢慢的站直 好 再下去 刚才从左边开始 现在要从右边开始 一边颤掌 一边转动 为什么要颤掌加转动 好 我们这个脑物啊 就是我们大脑的微循环 已经开始受损了 那我现在让气血通 不是只有对大脑 我的整个背部 我的颈椎 都要让它动起来 而且重点是 大家需要从胸椎这边开始转 不是只有转头喔 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从胸椎以上 为什么 所以上面通了 气血就上来 那等一下我们会从头 带着大家练一次 那这三次 三次做完了之后 接着很简单 我的手就不再颤掌 我的手就不再颤掌 我从刚才您讲的这个前额叶 这个地方 对 前额叶这个地方 就往大脑收进来 手打开侧面 手打开从后方 往大脑轻轻地进来 所以前方 从侧面 从后方 那你现在看 我的眼睛是闭起来的 所以我们在做 这个醒脑安神的时候 眼睛就闭上 刚才是眼睛张开 现在就眼睛闭上 那你练习了几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手慢慢进来的时候 大脑是有感觉的 我现在手有麻麻的感觉 麻电麻电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麻 就代表这边是有气 我们眼睛看不到 可是你感受到有气 对不对 我把这个气 灌入自己的大脑 它肯定进来了 可是如果你是脑雾的人 一开始 你的敏感度还不够 所以你不太感觉到 但几天之后 你会发现真的有气进来 那一会儿老师 既然我们是要提神醒脑 而且最后有这个灌气 他有没有在什么时间坐 比方说一大早起床坐 还是有什么时间点吗 您说对了 我们发现很多的老年人 然后早上起来 一站起来怎么样 头晕跌倒 骨头就断了 或任何的意外 所以我都会 以前我都去教老年人 去老人院教 我会让他们 你起床之后 先不要立刻站起来去做事情 坐在床头边 你先动一下 让这个循环稍微变好一下 为什么我特别讲老年人 因为他不用赶着去上班吗 哈哈哈哈 您现在就是把身体顾好 就是你的全职的工作 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跟我讲吗 前行政院院长唐飞先生说的 唐飞先生说的 对我都称他唐波波 因为他跟我们学工三十年 唐波波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大师兄 然后呢 难怪身体这么硬朗 对 然后呢 我有去拜访过他 他就跟我讲说 哎呀老师 我现在全职工作就是养生 真的耶 这个概念好 他说他周章 你看他都已经快九十岁的人 如果身体没有顾好 他说就不停地挂号等医生拿药 子孙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虽然他的官职几乎不用排队 他说老师很麻烦的 他说我就把自己顾好 然后呢 每天花一点 他现在都是一天花一小时 对一般人来讲一小时比较多 但是因为退休的人来讲 你把自己顾好最重要 那上班族他还得赶着上班 赶着送孩子的话 再做这个至少做几次就OK了 至少让他觉得 我可以把自己脑部保养好 然后又不会负担很大 一般我会建议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 你拿5分钟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阳气能量是早上升阳 上去上去上去 到了10点半快要12点的时候 他就准备到顶要下来 那这个时候你练一下 这个气就维持在上面 他就不会下来 然后还有下午3点钟 3点到4点 这个也是关键时刻 因为3点到4点人已经差不多累 一累第一个就大脑昏沉 那这个时候练就会很好的感觉 然后特别讲一下 下午练的人会不停地打哈欠 恭喜你 表示气已经开始顺畅 现在的医学报导 其实打哈欠是什么动作 大量的氧气就进来了 然后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排出来了 我们平常讲话 或者是平常呼吸 其实都是很短处的呼吸 都很浅 你用到的肺活量是很少的 但你打哈欠的时候 反而带动比较高的肺活量 那我们现在从头来练一次 所以你以后每天时间到 你就转到这边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练功 好 来跟着老师 我们把两手拿起来 在我们的头开始做颤掌 向前有一点点弯 向左边开始转 转的时候 整个背部 颈部会放松 那记得慢慢转 我们做第三次 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千万不要急着说 哎呀我要去上班 我告诉你 练了就是你的 好停在这边 起来 落下 现在向右边开始转 左三圈 右三圈 慢慢的做 然后呢 你现在会觉得颤掌 有一点点怪怪的 没关系 会越做越顺 会越做越顺 为什么现在这个动作是因为经络没有很通 所以会这样怪怪的 通了之后 动作就会变得非常的顺 好结束了 对 然后就起来 接着我们把眼睛闭上 从前额好气灌进来 从侧面灌进来 从后方灌进来 你会很明显感受到手中会有点麻麻的 热热的 胀胀的 这个就是气感 有气感就代表有气 有气 当我们做这个动作 气就灌进去了 好大环境现在没办法了 疫苗也打了 感染也感染了 那怎么办 我就自己努力做这个动作 好 现在再看一下 艳宽老师的这个嘴巴 我是微开 你如果在做 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打哈欠就代表你人已经放松了 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是不太能够打哈欠 一定是放松之后 他才能够打哈欠 好 那我们最后一次 做完了之后 手就慢慢慢慢的落下来 这个时候呢 还是保持眼睛闭上 吸气 呼气 很刻意的让脖子轻轻的动一下 放松 第二次吸气 呼气 肩膀动一下 放松 吸气 呼气 整个胸腹 放松 你看短短的几分钟 我们就做到了 身体的一个放松 气血循环就会变好 真的 而且你整个人会觉得比较平静 比较亲民一点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然后赶快把它传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见脑 避免以后可能可怕的失智症等等 也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赶快分享给亲朋好友 更健康吧 我们也谢谢气功老师 燕欢老师 谢谢凯云 有这个机会把这么好的讯息传播给大家 记得按赞按赞按赞 然后订阅订阅订阅 一定要分享出去 对 因为在这个燕欢老师呢 也会在凯云的健康主播 郭正凯云这个频道当中 常常教大家很棒的功法 所以请订阅 然后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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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